一马公司债务问题继续困扰政府财政 财政部透露 政府得在今年支付15亿7018万令吉的一马公司债务利息 财政部通过书面答复回答行动党拉美市国会议员彭学良的提问时透露 政府今年需要承担一马公司超过15亿令吉的债务利息 而这笔利息要按照时间表在一年里分两次支付 根据财政部 债务利息是按照一美元对4令吉50仙的汇率估算得出 财政部部长东姑扎夫鲁今年3月在国会表示 截至去年12月31号 政府为一马公司债务支付了133亿令吉 还欠388亿1000万令吉有贷偿还 此外他指出 政府今年也已经拨出15亿3000万令吉 用于偿还一马公司在2022年的债务利息 他说政府还需填补170亿令吉的资金缺口 以缴清一马公司在今年到2039年 总额388亿令吉债务的本金和利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